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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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嘻哈高雄 既上次Oton Girl 在連池潭挑戰玩滑水 享受完美食之後 還要完成什麼任務呢 好啦 接下來要幹嘛 不會今天這樣就結束了吧 應該沒那麼簡單 還要換衣服 等一下到底要拍什麼啦 還要先換衣服 很恐怖耶 你們今天句子都怪怪的 你就乖乖的照我們的畫作吧 接下來要認識的人物 保證讓你興奮喔 你要採訪炸店 你是不是有採訪炸店 你要採訪傑米喔 這整個就是圓夢之旅來著 早上終於有公道了 早上被你們整下午終於換我圓夢了 真的是太棒了 我跟你講 剛剛講的傑米 就是最近在網路上掀騎一次 小旋風的文青甜點師 他每天都會騎著他的傑米號 就是很特別的一台腳踏車 他會到處去叫賣他手工做的甜點 而且不誇張 他所到之處車還沒到 就有一堆粉絲在賭他們了 到的時候甜點馬上秒殺 超想要訪問他的 我知道了 圓夢之旅對不對 剛剛 剛剛 只是被你們耍舊 那麼澎湃的點心 這一次一定是甜點吃到飽對不對 送啦 好 金迷我來了 火騰貴 難得看你變成小粉絲喔 一副欣喜若狂的樣子 想必這一位文青甜點師的魅力 不容小覷喔 我們趕快上樓直擊他的廚房吧 我現在能夠體會那種小粉絲的心情 真的好開心喔 傑米 等一下 人家是文青甜點師 其實我們也要符合他的格調才行 你好 請進 傑米 傑米 嗨 你好 你好 請問你就是傑米對不對 我是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我是歐騰貴 我知道我有看過你的電視 就是蝦高雄 哇 他有看過我的煎熬油 我老了手了 好棒喔 那 今天來這邊我還有一個 一直想要問三中全是 我很想吃你新的作品 最近你有很多蛋糕都是新作品對不對 對 甜點吃到飽 對不對 有跟你說吧 可是我們這邊規矩是 如果你想吃的話 你一定要自己做 聽一下我沒有白吃的午餐 就跟著甜點達人學一手吧 好 那請開始吧 老師 請多指教 能夠跟你在一起共識 這是我三生有幸 這樣我比較聞聽到嗎 請問一下第一步要怎麼走 第一步就是我們先把 所有需要的材料都先秤好 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的材料就是有 像麵粉 麵粉 然後雞蛋 然後還有巧克力粉 跟砂糖 然後還有沙拉油跟牛奶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做起風蛋糕 對 就是做起風蛋糕的 基本的原料這樣子 那這個咧 這是巧克力豆 就是等一下要淋在蛋糕表面的 那個淋麵的 的醬這樣子 就是在表面的 所以等一下也會製作那個表面的 我加了一點那個 腹很美 跟巧克力這樣子 然後味道會比較 帶點果香味這樣子 你看我的助手的第一個工作 手藝大考驗 把蛋黃和蛋白分開 這個說的比講的還要難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做給大家看 其實我有 你有洗手嗎 這很重要喔 你看 太興奮了 你要這樣子 所以蛋白在這裡 對 來囉 首先呢 其實這個很簡單 你不要失敗的話 你就先開一個這樣的小洞 讓它的蛋白先流出來就好了 有沒有 不好意思你好像失敗了 好像不是這樣子耶 就喔 蛋黃在這裡 好 我再試一次 不行 這邊全部要洗掉 因為蛋白不能跟蛋黃有任何的 一點點都不行嗎 完全不行 不然蛋白會打不起來 就是會打不發 好那我就洗鍋子 那我先來為大家示範一個錯誤的 這個 我們 就是看這種真功夫的時候 其實 我們就是要安靜 其實今天在這邊人那麼多 就是如果平常 你平常都會一個人在這邊做對不對 對 大部分的時間 對 所以你看 這個光說是很少 那麼多人 有人氣 如果有的話 其實也是 例如說女朋友 可能在旁邊看之類的 可能啊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做了嗎 正解釋 對 就是分蛋其實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是把它 你直接打然後 讓它保持完整 然後 這個蛋很油很漂亮 其實如果你蛋黃本身是 像這樣子很挺的 或者是很完整 它就表示它蛋其實還滿新鮮的 如果相對它如果你 蛋一打出來 它就發現裡面就是都 蛋黃都散掉 表示說它其實蛋可能 品質沒有這麼好 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分蛋 其實就是你就把你的手 伸進去 然後 其實這樣就可以很輕鬆 把蛋白跟蛋黃分開 對 你才如此 其實我覺得人的雙手是萬能的 對 對啊 其實手就很容易 下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會分開進行 就是你的部分是處理 蛋黃麵糊的部分 是 對 然後我的部分是處理蛋白的部分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這兩個部分 融合在一起 拌在一起 它就會是奇風蛋糕擠底這樣子 那蛋黃的部分 所以現在是要跟你比賽的意思嗎 這樣我 也沒有比賽就是合作的感覺 對 一個合作的概念 就是首先先把蛋黃 你先把它稍微拌 拌成全部是蛋黃對不對 蛋黃麵這樣 好 你可以放在桌上拌沒關係 好 對 好 然後稍微拌均勻之後 就把糖倒下去 所以這樣就已經拌均勻了 這樣就大致可以 因為等一下還會再繼續拌 開始有一點點蛋糕的感覺了 有沒有 然後麵粉就是 最好就是先過過篩這樣子 稍微再把它拌一下 我還有請問一下 你平常在這個工作室 都是你一個人在這裡嗎 對 都我一個人在製作 那這樣 你在這邊的時候 會不會很無聊啊 不會啊 我覺得 你在工作的時候 應該不會想到 無不無聊這些事情 你會放一些那個音樂 例如說什麼莫達克的音樂 或者是任何你喜歡的音樂 這樣子 偶爾會放一些音樂 可是 會盡量讓自己的心態 保持在一個比較 平和的狀態 因為它有時候會影響到 你做蛋糕出來的 那個效果 你是說 就是在安靜的情況下 心才可以跟 你所做的東西融合這樣子 對 因為有時候 像有時候心情比較煩躁的時候 其實做出來蛋糕 也很容易會失敗 或者是口感上 或是這麼理想 真的有差喔 對 那我現在就繼續做蛋白的部分 好 就是蛋白 剛才放完蛋白之後 我們就用打蛋器把它打 打到稍微有一點泡沫出來的時候 你就加砂糖 細砂糖 就是要讓它發這樣子 對 分起四加 對 這樣子它打出來的蛋白像會比較穩 那我們如果要做蛋糕的話 其實 盡量讓它是打到一個比較 更紮實的一個綿 雙重的情況會比較 不容易消泡 那這樣子炒出來蛋糕也會比較漂亮 像 如果你把它這樣子抬起來 它的尾巴是呈現很尖的 就是挺立狀的話 表示說它現在 情況已經是接近乾性發泡了 這樣也OK 那如果你相對是 它是會有點微彎的話 基本上它還是在濕性發泡 濕性發泡的部分 烤出來的蛋糕 就不會像乾性發泡的蛋糕 這麼的扎實 跟這麼的 有口感成 對 可是有些人會喜歡 濕性發泡的蛋白霜的蛋糕 有些人喜歡乾性發泡的 所以 我是覺得這樣子口感是比較理想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兩個拌在一起 將巧克力與蛋白霜混合 攪拌至顏色均勻 就完成戚風蛋糕的麵糊囉 倒入模型 準備送進烤箱了 接下來 我們就要製作 副噴梅巧克力醬喔 你通常會兩顆直接並著切這樣子 我會全部一起切 那你示範一下 幫我們示範一下 正確的副噴梅 就只要切法 其實就只要把它集中 然後你用手指把它抓著 喔 這我不敢 可是如果你切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貓爪的話 就是 你就不會切到你的手指 所以你平常除了做蛋糕之外 你還會做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甜點嗎 甜點部分其實 像西點類的就是蛋糕慕斯 還有一些甜塔 甚至鹹海都有在做 那這部分其實是在三餘酥店的二樓做販售 那我自己其實有時候會喜歡做一些中式的 台式的糕點 像太陽餅或者是鳳凌酥這些 小洋餅就是啊 對就是我們把原本太陽餅做一些計算的改良 然後尺寸也做比較小殼 讓女生吃起來比較不會有孤單 那你入口的時候其實它也比較不會掉屑 對 然後現在還在研發新口味的小洋餅這樣 希望年輕人也會喜歡這種比較傳統的東西 不會覺得說好像是老一輩的吃的東西這樣子 就可以讓它年輕化一點而已 對… 你看有沒有 難怪我今天也是那麼多粉絲 女粉絲 是不是很貼心 處處為我們女性導賞有沒有 一體貼 我的女性 黑糖粿 我很早就在懷疑你了啦 我好像聞到蛋糕的香味了喔 剛出爐的蛋糕等稍微冷卻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的加工 加入內餡喔 在蛋糕的外層塗上一層厚厚的巧克力奶油 最上層的裝飾就交給… 蛤… 黑糖粿 這個不好 他就是長這樣 你好像沒有什麼藝術天分 這是你第一次嘗試嗎 對 沒錯 這是我第一次的嘗試啊 對啊 其實我… 其實我的端場就是 那個帶給人家歡笑 然後做一些有手作感的東西 只要被我就是弄過 就是做過的東西都很有手作 就是因為我有把心放下去 對啊 你就是搞破壞 這都可以消音嗎 這樣我又不知道怎麼裝 那你可以先看… 對 不然你把它圍在一個圓圈圈好了 在傑米的搶救之下 撒上糖粉的戚風蛋糕 又夢幻了起來喔 就是我們現在呢蛋糕已經完成了 對 然後呢可不可以請你為我們一起做蛋糕 取個名字 取個名字嗎 嗯 那我們就叫嘻哈蛋糕 嘻哈蛋糕 嘻哈蛋糕 對 就嘻嘻哈做蛋糕這樣 對 就是整個我們嘻哈的心意 全部在裡面 然後你吃的時候嘴角會上癢 為什麼 不行有手作感 而且很好笑 對 對 看到就會想到我們做的點點滴滴 對 好會取名字喔 我已經貼了兩次 好喔 好